自爱牧生 你知我曾走错路 自爱牧生 你犯怀过无辱弥陀 你寻找我 勇敢能帮你 令我回天家乐图 求地已不能害我 恐慌我 我永不再做迷途 自爱牧生 你是救助于相当 自爱牧生 爱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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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爱牧生 爱牧生 在这边跟各位分享我一个经过生命危险的见证 小弟2011年到2015年在北京求学 那大部分的 很多的时间呢 并不会在台湾 比如说一天 他们一起去台湾 然后有一次呢 小弟生了一个重病 正好那个时间点 正好是在台湾 那我们一起去台湾 那个重病呢 让小弟的头 从这边开到 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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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V字形 从这边开到最后面 然后最后面又拉到最下面 最下面又拉到 这个耳朵这边 而且头骨也是打开的 这个有一些刀 有一些红的针筒就比较明显 而且这个地方呢 还有挖了一个 饮血水的洞 好 那这个过程呢 小弟跟各位呢 仔细地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民国103年的6月6日 星期五 那一天呢 将近六点多的时候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 我就想说呢 要去洗澡 准备去教会参加晚上的聚会 但是呢 那时候 觉得眼睛好像被一颗什么很重的东西压住 右眼这边一直被压住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然后呢 我想说呢 我今天应该是没有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体力 没有那个能力去教会聚会了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们两个人呢 就骑着摩托车 然后我就趕快去看一个眼科 去看了眼科之后呢 我平常是很怕热的 那个眼科只有剩下一个位置可以做 就是在冷气机下面 那时候呢 我全身冒冷汗 我不敢做 那终于轮到我去看诊了 那终于轮到我去看诊了 忽然呢 眼睛这边就不痛了 那医生告诉我说呢 你应该去看内科才对 我就心里面想说 那我就赶快去附近找个内科看看好了 那时候 就那一天呢 看内科的时候呢 眉心这边呢 就开始疼痛 从眉心正中间呢 疼痛到后面 或者是呢 眉心呢 往右边开始疼痛到正后面 就这两个方向呢 交互的疼痛 那到内科呢 他就把我打了一个针之后 就不痛了 那我以前呢 从来没有这样过 那我以前呢 从来没有这样过 那回来呢 那个聚会呢 看完毕 回来聚会已经完毕了 那我就回家 我就心里面跟家人讲好了 那我明天呢 要去找一个我认识的医生 请他帮我看看 然后我们一定要准时在教会聚会 那感谢主 我也是按照原本的计划去看病 准时到教会聚会 那经过早上的聚会 还有下午的聚会 经过早上的聚会 还有下午的聚会 然后呢 下午聚会完呢 我们北台中教会旁边有个富曼面包店 那就在那边呢 喝个咖啡 吃个点心 这样子 然后我就差不多五点多的时候呢 就回到家里面就开始继续我的作业 做继续我的功课 然后我就开电脑就开始作业了 我太太呢 就往前 她就往前看着我家的电视 忽然呢 她就看到我脸变了 她看到我脸变形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是脸没有变形的 她也不听我讲什么 就叫救护车来 她也不听我讲什么 就叫救护车来 我就说 我心里面就想说呢 算了不要让家人呢 缓包这个救护车的这个名声 我就说呢 既然这样呢 你就叫了 我就说你赶快跟守卫讲一下 我们呢 因为我太太有点行动不方便 又容易紧张 我为了安抚她起见呢 我就说你先通知我们的守卫 然后呢 那救护车呢 也很快很快的到我家的门口 事后呢 我问那个 我们家的守卫 她说你的脸真的变形了 而且你的口水一直在流 我说不可能的 我怎么可能呢 脸变形 口水一直在流 因为呢 我们如果脸变形呢 讲话一定会漏风 但是我没有感觉 你说我口水直流呢 我们身上这边要是有个汤汁啊 或者什么水呢 我们一定会感受得到的 但是呢 我完全都没有感受到 那救护车到了我家了 我就乖乖地躺上去 我还想说呢 我能不能坐得就好了 那她坚持要我躺 我就躺 那我们那时候已经 我就已经坐到 再负卖五六 五点多了嘛 那到家里面呢 有一阵子了 可能已经六点多 已经将要黄昏了 救护车呢 就在黄昏的时候呢 跑来我家 接我 上到中国医药学院 那经过重德路跟大连路口的时候 那救护车又跟机车相撞 那外面呢 又下着毛毛雨 那里面的救护人员呢 也一直问我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住址 那确认我意识清不清楚 我知道说 他们是要确认我意识清不清楚 我刚才说 你要问我的事情 我都知道 我的姓名是侯志军 我身份证字号是几号 我家电话中址是什么 我都可以告诉你 那如果是移民的话 你的联网目 你的联网目 你的身份证字号是几号 好的 那就经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事件呢 他们也很快的把我送到那个 中国医药学院的急诊处 那不如这个压外是在香港医药学院的急诊处内 那到了急诊处之后呢 第二个学院急诊处不用了 那个医务人员也一样问我 姓名啊 身份啊 看我意识清不清楚 我那时候还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 很清楚的 我就一次都告诉你 不用再问了 然后他们可能给我打了一针之后 或者吃了什么药我就昏睡了 那昏睡到我醒来这段过程呢 我其实完全是不知道的 我的女儿呢 那时候在嘉义慢慢一个胜功 然后听到这个讯息之后呢 他们就马上回来 那时候宗教教育的晚上宗教教育的小朋友 跟那个老师跟小朋友们 听到消息之后 全部都吓一跳 明明不就看到你好好的 然后我就进去之后 就一直昏睡到开刀结束起来 那时候我听 事后听教育的人描述 教育那个集成处呢 到处都是我们教育的人在那边奔波啊 为我这样子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 然后我们那边的长老 也都忙到很晚 他就跟我 那个之前呢 就有一个医务人员就问长老说 那个您是谁 她说我们是教育的人 她说因为这个侯先生 他穿这样的一个 穿这种T恤呢 我们开刀呢 必须要把它剪破可不可以 因为呢 我们脱不下来 那大家就答应 差不多到了晚上10点 11点的时候 长老就问我的女儿说 穿衣啊 就是我女儿的名字叫穿衣 你赶快去吃你的牛肉面 不然都变成牛肉干面了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爸爸的衣服啊 爸爸的衣服是说要剪破吗 他说我也不晓得 反正他们衣服人员就拿出来给我 那感谢主啊 这个衣服呢 我就把它那个有把它留下来 我们看一下那个 简报 这张呢 就是我女儿呢 帮我签的那个病危通知书 是6月7号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呢 这张呢 是我刚刚醒过来的时候 我知道说 我听家人讲 说呢 在我的血脑干当中 有0.8公分的血块 然后呢 我的这个脑干呢 有倾斜掉了 我心里面想 0.8公分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 我说有0.8公分的大筋鞋 我就想 应该我们体表 应该没有0.8公分的三八吧 你把马拉伯给你 然后你一年有这个0.8公分的 我就想说 大概是 我把这个手指头挤一下 所以那个血块呢 是相对的比较大块的 那这张相片呢 这张呢 我全身我也不晓得插了几根管子 然后眼神呢 就这样 有点呆滞呆滞的 那就在加护病房呢 住了9天 那一天 加护病房呢 可以探视3次 然后呢 一次30分钟 然后一次呢 可以进来两个人 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非常的有爱心 经常的 在每一次的探视里面呢 他们几乎都是用小跑步来看我 然后呢 还要留一点时间呢 给我的家人 然后跟我 照顾我一下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的 各种状况 然后他们在教会里面呢 为我祷告 感谢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这么关心我也为我祷告 我们再看下一招 这个呢 就是我头上挖了一个 可能是饮血水的那个洞 那在现在这个 头的这个位置还是很明显的 然后这个整个头骨呢 都打开了 有一天呢 我去回诊的时候 我叫他呢 给我看一下 X 光片 这个 X 光片呢 前面呢 是刀 开头骨的最短的地方 但是呢 已经有打了 类似两根定数针的那个痕迹了 很明显了 我看到 X 光片是有两根 两根钉子这样钉起来的 以往是不相应 其实已经有很多针子 已经有很多针子 然后我就推理啊 说这样子到这边 那我这个头应该打了十几针定数针 所以 感谢主啊 让我能够存活下来 那我们再看下一招 这一招呢 各位弟兄姐妹呢 可以看出来呢 我的脸呢 是完全的不对称的 这个左边的嘴角呢 比较高 那右边的比较低 那右边的比较低 那鼻子下端呢 也是呈右高 左高右低的状态 所以说呢 这个 这个是我刚刚从交互病房推到普通病房的时候 因为我之前呢 有去学校帮忙一些课程 那我以前的导师呢 就带着以前我们一起研究的两位学弟来看我 一位呢 是中国医药学院的牙科医生 一位呢 是中国医药学院的牙科医生 一位呢 是中港路澄清医院的急诊室主任 他说 他们说 那医生说 急诊室主任呢 医生说 他说 学长 你呢 能活下来根本没有一半的机会 你要是能好的 你也不会有一半的机会 然后 我听了就觉得 哎呀 好恐怖 后来呢 我就请护士小姐帮我把那块纱布拿掉 然后这两位医生呢 因为他们在 我就想说呢 那时候呢 我比较安心一点 我就请护士小姐帮我把这个纱布拿掉 那时候呢 我的头呢 几乎这边是正常的 这边呢 是肿成这样子的 这边多了一块 然后他就说 哦 学长 你这个头根本没有附和起来 然后 我就 因为我自己 自己看不到 我也感受不到 我就等了他们出去之后 我就想要去那个厕所照镜子 那真的 躺了九天 第一次起来 光起 光要从医那个病房上起来而已 马上就晕眩 就已经快 正好旁边有家人看着我把我扶住 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觉得晕眩感比较没有了 我就说呢 我要去厕所 我去照了镜子之后 真的 我的头呢 的确呢 很明显的 高低的差别 那在经过了 呃 九天之后 在医院呢 一共前后住了十九天 我就出院了 出院了 那一天呢 是六月二十五号 我出院了 我家人说呢 那你要好好休息 亲戚也说 你要好好休息 我就说呢 今天是六月二十五号 是星期三是聚会的时间 所以说呢 生完病了 已经好了 蒙神的恩典了 今天要去聚会 然后我就 我记得进去的时候 我比较晚到一点点 那旁边的那个讲道的传道呢 看到我 旁边的人看到我 我都觉得 他们很嬉戏的笑出来了 那旁边的老师 生完病了 都很嬉戏了 所以说呢 我后来呢 在回诊的时候 我发现呢 那个急诊室呢 有好几间 我就问我太太说 我是不是 这边是有好几间 但是只有一个有铁门的 我是不是进去这一间 我是不是进去这一间 他说是 我说 哦 真的这么严重 那中间呢 我就下来遇到我们教会在医院里面工作的姐妹 他说 你真的非常严重 我就另外呢 也问教会呢 懂这个中风高血压的信徒 他说 你已经早就进入中风的状态了 他听我描述说 我经常呢 在那个 经常有疲倦啊 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说 你已经有这个中风的状态了 感谢主啊 那我中风开完刀之后呢 反而呢 身体反而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 中完风之后就 我跟学校呢 就跟我的导师呢 我呢 跟学校呢 就说 我能不能请教 他们说可以 他们说可以 因为呢 所有的老师跟所有的同学 还有认识我的人呢 他们在大陆呢 他都不看好我了 他们在大陆呢 已经想说呢 你能够 能够 读就读 不能读就算嘛 反正呢 像我这个年里呢 在大陆一般来讲是已经找不到 什么教职的工作了 那我实际上呢 也去尝试过 那我实际上呢 也去尝试过 去呢 一 看年纪 太大了 二呢 真的要我去的 我去了之后呢 他们不见得说好 但是都没有谈成 我之前呢 已经找了很多工作 但是 都没有成功 在7月11号毕业 我就想说呢 那7月12号我就坐第一班飞机回台湾好了 那我就真的坐7月12号第一班飞机 准备回台湾了 我就在北京机场 我隔壁的登机们呢 遇到我韩国同学 我们两个呢 就在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上面呢 发了一下我们那个毕业证书 然后呢 我差不多在二三十分钟呢 我就准备要上飞机了 差不多没多久 我就收到了一通电话 我就在那个机场过差不多五到十分钟 没多久 就收到一通电话 他说 侯老师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是老师 他说 你来我的学校 教好不好 我心里面想说 这个学校我也没去过 然后 他要我教的也不是我的专场 那我的心里面呢 一直很增长 我专场的那些 我专场的要 我去面试的都没有成功 或者是呢 说要我 都没有要我 我找工作呢 已经是非常的 已经觉得非常的失望 准备回家好了 然后 这个温州有一家知识产权学院 温州马克的知识产权学院 就真的马上打电话给我 说 你来我们学校叫 我叫他过面嘛 我心里面有点狐疑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他就在暑假当中 一直催我 一直催我去他们那边 那那暑假的 那你一直催我去他们那边 跟各位报告 我们是真的彼此 这个学校 这学校的老师跟我 我们都没有彼此见过面 我都是连到学校之后才签约的 我到了学校 从他给我安排的住宿到学校还是有人 还是人家带带着我走的 做那之后 我为了年纪大而去读书呢 我就很忧郁一件事情 很忧郁一件事情 读了书到底能够对家里面交代一些什么 然后呢 眼界呢 什么工作都没有应征成功 然后又有一个不知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学校跟我谈 那我就还是接受了 我就去教了 那感谢主 我就一年十二个月有八九个月就在温州 所以说 我就在那边教大学生 那平时呢 我就在我们的温州教会聚会 那温州教会呢 温州这个地方 它有一万一千平方多公里 差不多不到台湾的三分之一大 然后人口呢 网路上自写九百万人口 但是呢 教会信徒的人数呢 不是很多 可能呢 两三张圆桌呢 吃饭的时候两三桌圆桌就结束了 所以说呢 在那边呢 那边聚会呢 不是 大家聚会呢 不是很方便 在去年吧 去年吧 我们那个温州教会呢 被当地的政府呢 征收 然后呢 就把他拆掉 然后呢 就把他拆掉 然后要把那块地方 把他拆掉 温州教会呢 我曾说是说 那我们的温州教会呢 那我们就到一个姐妹她的那个 她自己的房子里面呢 去那边聚会 那我们去那边聚会 感谢主啊 原本的教会跟现在的聚会的地点呢 暂时聚会的地点呢 都离我的学校或者离我的家很近 但是呢 但是呢 温州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只有一间教会 网路上说它有九百万人口 有差不多比台湾三分之一人口还多 但是呢 信徒呢 不是很多 所以说呢 我觉得在那边聚会的弟兄姐妹 还有负责的人呢 她们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说 我们在那边呢 又要面临呢 这个 我们现在呢 也要找新会堂的这个工作 所以说 她们这些负责人呢 呢 从温州的各地方来到教会聚会 可能呢 一趟 单程一趟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就是在温州市里面 就是在温州市里面 所以她们要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早上呢 就 九点多就到教会聚会 十点钟呢 开始正式的讲道 那差不多到十一点多的时候呢 讲道结束 然后大家呢 就去分享爱餐 分享爱餐完之后呢 大家稍微休息一下下 我们这个休息呢 不是睡觉 是准备一下下午要聚会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就差不多十二点半 就开始呢 大家进行那个分享啊 读经啊 就差不多将近不到两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整天的聚会就结束了 因为呢 有些人呢 他回去可能呢 进的要一两个小时 那更久 更远的呢 他可能又更晚了 那温州呢 他可能呢 呃 呃 因为我们这边呢 维度还高一点点 温州如果 hocico 这样呢 sauciso 哇 runners 妈妈这些真的很快chen 所以说 有时候呢 冬天呢 会比我们这边 呃 可能会太阳下得比较早 然後就大家為了交通方便洗線就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那感謝祖啦 這個祖給我的恩典 經常都是出人意想之外 我在中風之前 每天都處在那個身體很不舒服的狀態 我在上課的時候 經常都是很累 比不過那些年輕的 比我更年輕的老師 那就不用比我更年輕的同學 但是我經過這場中風之後 身體雖然有一點點小小的疼痛 但是這個都是能夠承受的 我最疼痛的一次 我因為那個頭有開頭骨 而且開的我覺得很長 可能有二三十公分長 這個要打一種有油性的藥 然後打到點滴裡面 那點滴打進去 經由點滴打到肉的時候會有點痛 就像是橡皮筋這樣子 那第一滴就好像被橡皮筋彈一下 那可能那個點滴打五個小時 你就被彈五個小時 就是有點痛是不會很痛 但是會有點不耐煩 那我們看應該可以 兩十六 我後來呢 就問一個教會裡面的小朋友 我說你以前骨折 有沒有打那個有油性的修復骨頭的針 他說有 我說你痛多久 他說短折半天 長折一兩天 感謝主啊 我就只有在打的時候呢 稍微有點痛而已 我自己呢 感覺上好像是神用油高了我的頭一樣 然後呢 神又賜給我意外的平安 所以說呢 一切呢 一切呢 一切的安排呢 我深信都是在主的 照顧跟指引之下 在此呢 感謝主對我的恩典 還有教會弟兄姐妹對我的關心 還有持續的帶導 我今天見證到此 那一步敬善禮 感謝主 那下午的聚會就到這裡 我們就一起再來唱詩 六十七首 曾يا 朱彥議 昨天宵 拍攝 歌手 祈祢的帮助 主义我如 使我心的不平 平心的偏眼见 将下云作主 主义我如 当有一宇宙 只义我如 当有狂风暴雨 只义我如 五分钟也引起 果然清晨过目 使我前途光明 只义我如 当我寄居在世 只义我如 五分钟也引起 果然清晨过目 无论为何时 果然清晨过目 只义我如 只义我如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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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